好声音放着听 自愈力陪伴你左右 就在扬声往来 扬声online 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扬声往来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是辛洁 今天呢 我们八月份的主题呢 就是这个好动力 那我们今天这个 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主题 我们真的是今天 想要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个 我觉得非常棒 非常棒的一个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我妈有在追踪 我妈就是每天都在收他们的line 那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最喜欢就是出去玩这件事情 但是出去玩到底我们可以去哪里 或者是去这边到底有没有厕所 厕所在哪里 我觉得这其实大家都很在乎 还有就是我到底可以坐什么车呢 如果我不会开车 我可以靠大众交通工具怎么过去 那我到底该怎么做 其实这个平台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他叫银法一起玩 我相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平台了 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这个创办人 这个刘彦宏 也就是所谓的大欧 那我们欢迎大欧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大欧 是那除了大欧之外呢 今天大欧还带了他的好伙伴来 这个是他们的总编辑 总编辑非常的厉害 在这个网路上你看到他们所有的这个主题式的这个文章 都是我们总编辑来结合而成的 然后我们今天欢迎我们的总编辑 慧真 大家好 我是小杰 慧真的这个绰号叫小杰 所以一个小杰一个大欧 还蛮好记得 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大欧 就来谈谈 我觉得大欧的故事非常的有趣 大欧本身是学这个资讯类的嘛 对不对 对 我是学资管毕业的 对对资管类的 那想不到怎么会来做这个跟旅游相关的 那想问问看我们这个银法一起玩 一开始是这个创立的这个缘由 是从什么时候契机开始呢 其实啊 我的创立的初期啊 主要也是因为我的爸爸 是 其实我看我爸爸退休以后 他就常常很长的时间 其实都待在家里 就是从工作退休以后 他会忽然发现他的生活没有重心 他每天可能去的地方都很类似啊 例如市场啊 公园啊 医院啊 家里啊 他就渐渐的就都宅在家里面 慢慢的就感觉越来越 越就越来越萎缩这样 后来一直到我爸爸在70岁的时候啊 我跟爸爸说 我决定把工作辞了 我陪你两年 哇塞 带你看看台湾 哇 看看这些地方 那我 对 我就 我就开始啊 就使用政府提供给我们的禁劳卡 是 开始带爸爸外出 就是坐公车坐捷运 去看山看海 看这些美景 还去使用一些政府提供的优惠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政府回馈给银把族的好的部分 那我跟爸爸出门以后啊 我其实发现啊 其实长辈有很多的问题是在于 他们不知道去哪 他们不知道怎么去 那我曾经有花一些时间叫爸爸使用Google search的一些功能啊 那我们发现其实这些功能对他们来说其实有一点点复杂 因为很多的内容资讯提供的可能看到照片很漂亮 结果去现场不是这样 可能去了现场的路面很难走 或者是他们可能很多网红搭出去是用自驾的 但长辈他们可能要换公车换火车换捷运 他们在过程中发现其实很难透过资讯做得很完整 对 所以啊 我就发现其实不只长 爸爸会遇到这些问题 很多熟灵族的长辈们 是 大家都会遇到这问题 所以我就跟爸爸讲说 那不然我们一起来打造一个银把友善景点的平台 所以因此我们就创立了银把一起玩 那我们希望说就是很多长青族每天看我们 提供的银把友善景点啊 就可以很轻轻松松的走到户外 要维持良好的健康习惯啊 那就可以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健康更快乐 是是是 对啊 那这边都是我们去想说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我们希望我们的长辈们都可以很轻松的玩出健康 大欧这个真的蛮 我觉得大欧真的是爸爸的骄傲 听起来 我觉得很少听到 因为大部分我们会听到都是可能长辈生病了 所以我们必须离职 然后或是在家里照顾长辈 但是我觉得大欧这个做法非常的特别 因为爸爸看到爸爸退休没事做 所以决定好 我来带爸爸晚两年 我觉得这个想法 你当初有纠结过吗 或者是因为毕竟你也在上班 而且你是算轻壮年 你当初有在这件事情 因为当如果我们面对就是家里生病的人 当然你有一些必须要做的 但是其实爸爸状况是还算不错嘛 对不对 因为爸爸只是退休 身体状况也都是很OK的 那你在这个过程有什么 那个真的一个起心动念的念头是 你看到什么让你觉得说 我要来离职 离开工作 带爸爸晚两年 应该是说 我当初是觉得爸爸都在家没出门 那我觉得人生很短暂 那我只是觉得 你把我养大 我陪你变老 那我想趁你可以健康的时候 我带你去走一走 那我们就是享受你人生的黄金时光 那可以是一份我对爸爸的爱 这是我希望传达出来的 那这过程当然就是跟经济 当然也会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为什么不是说我要一直陪他玩到底 而是我设定两年的时间 就是我是希望说 就是这两年 虽然可能我收入会减少 但我可能可以得到另外一件 一份爱的部分 对 所以我是因为这个起心动念 觉得好像可以 另外一块就是 对就是我跟我太太商量过后 我太太也很支持我 这个决定 那所以我就希望趁着爸爸妈妈身体 健康的时候 我好好陪伴他们两年 很棒 我觉得这孝心真的感动很多人吧 我现在在听的人应该都觉得非常感动 而且我觉得其实大欧会把他 现在他刚刚讲的这一个 他刚刚讲的这些话 我觉得他都把这些 这一份心意 全部都放在他的影法一起玩里面 对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里面真的东西整理得非常的清楚 那想问问看 你在跟爸爸玩这两年之间 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或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吗 其实因为爸爸过去的兴趣 他就是喜欢拍照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的延续 是要从他本身的状态去做延续 所以其实因为他很喜欢拍照 所以以前是带大的相机 单眼相机出去 很重的那一种 对 到现在近期他慢慢发现 手机拍出来 效果也很好 手机也很方便 所以他就开始换成用手机记录的生活 那其实所有的部分都会跟使用习惯有关 因为以前他可能出去拍了很漂亮照片 父母亲第一个想法一定会丢到家人的群組里面 但其实家人们往往都很忙 所以大家看到的就是回一个站 或是已读不回 或者已读不回 或者是回一个站 就说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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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了 大部分都是回这样 可是其实他们在爸爸的过程中 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传久了 好像每一次我很热情 但我收到的反馈 好像比较少一点点 久而久之他们就会越来越不想传 可能也会觉得就心态上会有一点点落寞吧 是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给我一个很大的契机和启发 因为我觉得让爸妈开心 不只是陪他出门而已 是 是他的内心我们也需要重视 就是他虽然身体健康 但他内心也没有足够的快乐 大欧我真的必须要说 你不要看他长这么大一只 他的心很细 对 其实我觉得那都是很多的观察 你会发现他们的需求 所以我就 我们进而我也跟爸爸讨论说 原来退休的引发族 需要被延续的还有成就感 是 你怎么延续他的成就感 对 因为他过去在退休前 他其实在工作上 很多人会跟他有互动 但退休后他会发现 慢慢没有成就感了 那你对生活就会没有目标 没有憧憬 那这样子他们就会觉得 原来我在等的是时间 而不是等更多家人的 或者其他人的会 所以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的部分 我跟当初跟内部的团队 我们就讨论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 银法一起玩交流社 那目前大概有2.5万 到接近3万的社员 那里面全部都是银法族 那为什么要建这个的目的呢 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可以 分享自己的私房经典 你分享出来 Po了美照 分享说你怎么去了 那这样子过程中 大家就会有 每一个人都会有 自己的私房经典来分享 那也因为我做了这个部分 欧爸 欧爸就我爸爸 他也常常会很开心 跟我骄傲的 跟我说 大欧 我今天发文 有几百个人帮我按赞 好多人来问我说 要去哪里 怎么去 我就告诉他说 他可以怎么坐公车 怎么坐捷运 我突然发现 爸爸的成就感都来了 因为他会很兴奋的告诉我说 我去的 我拍的照片 好多人来看 好多人来互动 所以我们也是因为 大家按赞 你Po照 大家会赞美 那我们 接着我们会透过编辑部 再去整理出文章 变成一篇正式的文章 我们做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当你Po了美照 会有很多的人跟你互动分享 那我们会将照片的资讯 取得你的授权以后 我们变成正式的文章 那我们可以造福更多的引友们 因为大家总是会看说 欧爸你七十几岁了 还可以到处去 跑到处去拍照 那也会激励更多的人说 你可以做到 我也可以做到 让我有踏出家门 发现更多美丽的地方 哇这个真的是 想不到这个两年 当初这个起心动念 只是想说 也陪着爸爸 一起来看看这个世界 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 爸爸还找到了他的成就感 这也是蛮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因为我觉得大家刚刚讲到一点 就是他说的很好 就是长辈在退休之后 其实他们更需要的是 心理上的一些支持 对那有时候小孩子真的很忙 所以他们可能不知道 或者是我觉得 现在小孩子有时候也不见得 因为不是每个人 真的都像大欧心这么西 我自己觉得 我就不是很心细的那一种 对但是呢 就是大欧 但是他用了一个 非常温柔的一个心 然后成立了这个 引发一起玩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 大家真的有兴趣 可以去搜寻一下 这个网站也好 他们有很多东西 对不对 有LINE 然后FB Facebook 然后Facebook 还有刚刚大欧说的社团 这个我记得 之前我在我们班上 有一个长辈 有分享到他说 他有在那个群组里面 发表他去哪里玩的 那个照片 然后他也是说 哇他获得了很多的成就感 他在班上也是觉得 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 而且非常值得分享的一件事情 对那我们刚刚呢 讲到这个内容 真的非常的棒 那我们就要来访问 看看我们这个小杰了 小杰是他们的这个总编辑 一个很年轻的女生 又很漂亮 穿得非常漂亮 这个 他今天全身上下 都非常的漂亮 头发也很漂亮 而且他指甲非常的美 我一直在偷看他的指甲 对那因为小杰刚刚有说 基本上你们所有网站上 这个主题式的内容 都是你这边在负责的 那今天就因为我们主题是 好动力 所以就想问问看小杰 有没有推荐什么 这个台湾的一些步道 这个可以来让我们的长辈呢 就是我们这些长辈朋友们 可以一起来 尤其现在是八月份 很适合外出的时候 八月九月十月 我觉得都是天气最好的时候 那我们请小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基本上 其实在我们的网站 你可以每天选一个景点 那你喜欢你只要点进去就可以 是是是 很简单 你点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他的交通 对 你是在哪一站下车 然后呢 你是在哪一站上车 对 那他下车后长怎么样 我们都帮你做了好了 一个完整的实地的探勘 对而且我要 我有看过他们那个 就是整个说明 然后他甚至会告诉你 他会给你一个街景的照片 然后告诉你前面多久 然后哪一个巷口你要转弯 对然后还会注明 这边厕所在哪里 如果你要上厕所的话 哪一个第一个景点 哪里有厕所 第二个点哪里有厕所 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贴心 没错 因为其实基本上我们 针对交通厕所路面 跟所谓的环境 那其实有很多地方是这样 梦本身自己有小朋友 如果说 以前我们假设在推推车 现在其实有很多祖孙会是帮 就是隔带一起这样子出门 你会发现有的要推推车 或者是有些长辈 要再带长辈出门 会坐轮椅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都是需要注意 很多路面是不适合的 那台湾其实有非常多 所谓五星级的步道 我记得周润发之前也有来过 他那个 他去跑步的地方啊 那个就是二子坪 阳明山 那个就是一个五星级的步道 请问一下什么叫五星级 他的五星级步道是这样子 是很安全还是说设施很好 应该是说 他的木站道 或是他所谓的步道 是很安全 适合轮椅的 也就是他有轮椅步道 那他在阳明山 古达宫那边 他还会有一个游客中心 是可以借轮椅的 那可以借轮椅的地方 在台北市其实 有很多步道 或是像士林官邸 这些都是属于比较 很不错的一些 可以友善的一些部分 对那其实在这个部分 我们目前 我们的 银把一起玩的官网 目前已经超过 一千篇的文章 是是是 那这些都是属于友善景点 是实际上 除了我们自己拍了 我爸刚刚实际上 这三两三 应该是我们 七月就是第四年 所以就是说 我们已经超过一千多篇 本来我们目标是设定 三百六十五篇 哇 就有三倍了 对那为什么会有三倍 刚刚大欧讲的 我们有一些银把 除了他们自己的 私密景点 其实是非常棒的 是 那其实在这个里面 我们除了像这样子 你要一个出去玩 很多人是怕 对 也就是未知 是 我跟我朋友出去 我会被拖累他 我体力不够好 我膝盖不够好 你想很多的时候 你就缺步了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就是 出门先知道 不怕找不到 这是我常常说的一个slogan 我跟大家就是去 share这些事情 就是希望就是说 大家 我们善用 我们各个县市 都有禁劳卡 对 那当然还没有禁劳卡 已经退休的 那我们就善用 大众交通工具 是是是 那这些交通工具 是非常轻松 简单 可以到达的 我们不用再 以往我们可能 在银把一起玩 还没有成立之前 很多人跟我分享 我拿着禁劳卡 只是往返医院了 这真的有点可惜 感伤 我觉得这确实是 蛮可惜的 是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 扩大自己的 所谓的生活圈 是是是 中国圈不在 是两点一线 或是三点一线 是是是 比如说家里市场 自己自己的公园 而是你利用 其实很多 大众交通工具 所以台湾其实 带很多交通工具 是非常方便的 也很有善 所谓的 所以我们的银把主 是是是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可以分成不同的 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分成交通类 有分 北淘中高 有一些快速巴士 它是直打车的 或甚至一些 是跳蛙 跳蛙巴士 对对对 台湾好心 是 那再来的话 步道类型 我们就分成 散步的公园 那你就可以分成 轻松简单的 对 或者是你有 剑脚级的 剑脚级 我们会落在 五千步到八千步 其实一般 好精准哦 五千步到八千步 而且甚至是 每个银把主 他们其实 如果每天 有再走一万步的话 应该都没问题的 万步我觉得 这个部分是算是 以我们来讲 我们算是 有点点小百岳 但其实很多 健康的银把主 它都设定万步 有时候我自己 可能只有三千步 我就可能觉得很累 光向山那个阶梯 我可能就 哦叮咚 要去当网美 其实并不容易 而且我要补充 说明一下 我觉得就是那个 银法一起玩 很多的景点 我觉得比年轻人 地方还酷 真的 因为就是 其实现在年轻 有很多那种 年轻人可能会有些 部落客 或者是有一些 专门在收集 就是吃喝玩乐 但其实老实说 大家会去的点 就是那一些点 没错 对 很热门的点 但是 因为大部分人 很网红嘛 他就一定 往红的地方去 对对对 然后拍的一些 美照干嘛 但是你会发现 银法一起玩 有好多 真的就是 那些地方可能 我觉得 它不是不好玩 也不是不漂亮 是年轻人不会去 对 但我看了之后 我就觉得 下次我应该要去 是哦 对 没什么人 其实最主要是说 我们其实还会有分 刚刚有提到 说这些公园 有时候其实散步 有点无聊 那包含我们 因为有一些景色 或有一些限定的 一些花季啊 通花 或是什么 大家超喜欢 去上花的 所以其实基本上 不是特色公园 它有一些所谓的 假日的一些 特定的一些 节庆跟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 最大最大不一样 应该是属于 城市走毒这块 哦 我们有一个 有大概80岁 那这个姐姐 她基本上都是 走我们没有看过的 城市走毒系列 对 那包含信誉 其实后面有个坑道 我们其实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很多地方是 她走出来 她每个 她的记录 在我们的 Inva的 FB的社团里面 你会看到 我们的营友 就是按照的交通 然后厕所路面 大家拍照 一定是跟我们 官网一样 所以他们 按照这样的一个 对 其实这三年来 他们就是这样子发文 你会发现 这个社团 它其实是有规律的 对 那你在这个规律 其实是这样 你会安全 然后安心 所以大家会很放心的 在这个地方 做互动跟交流 互动跟分享 那再来我们每个月 做不同主题的一个特器 像五月份的 我们一般都是母亲节 我们在过 但我们在做的是感恩 感恩所有的 这些影法摄影师 他所走过来的 所有景点 他们其实一个人 他可以 几乎一年 可以提供 二三十篇 以上的文章 那我们将这些 你做一个月二三十篇吗 没有 就是他平均下来 一年 一年二三十篇 但我觉得他如果 每天走一个月 是二十篇 是很有可能 只是他不会一直 po上来 他一定是有些 特殊的景点 所以其实 我们的互动率高 也是在这边 所以为什么 我们像这个月 是比较开始 进入到初夏了 那其实我们 这个月的特器 是非常特别的 疫情过后 有很多的 所谓的长心罐 什么叫长心罐 长心罐 它的心肺功能 是第一个 跟上呼吸道 它是被受损的 所以我们 已经规划了 五十条以上 练心肺的步道 所以在这个月的 特器里面 我们是专门 针对长心罐的 练心肺的步道 从最简单的 散步开始 因为会喘 真的很喘 身边很多朋友 确诊过后 它的基本上 就是传 然后体力心肺 一定会下降 你在隔离的期间 它基本上 它是不会运动的 所以我们自己 我们的YouTube频道里面 我们也已经有 在宅的 你在这个 你在这个隔离期间 你可以做的一些运动 那你做完运动 就是看我们的经典 你慢慢散步 然后再一直慢慢挑战 两千步 三千步 一直到八千步 慢慢把体力练回来 它需要一段 很长的时间 所以这就是我们不同 针对在这个特期页面 来去做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 我们有相当多不同的一些灵感 是来自于我们实际上跟 这些影法组的摄影师 然后大家就是互相交流而来的 对所以才会产生超过 一千多篇以上的文章 是 哇这真的是非常的 那想请问一下 刚刚像你们这样子 这个Long Covid的 这些这个步道啊 如果从初中高 三个阶段 可以各分享一个 给我们 我觉得还有 这边的话 我觉得我原本呢 就是说 有提到一些 比较甚至 避开人群的 这些步道 大概是五千到八千步 对 两个小时之内可以来回归 那以比较轻健型来讲 我们以一般公园来讲 其实练心费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 那其实我会比较先 比如说 现在开始有一些花季 那你比如是绣球花 或是金针花 像这种是属于 你想边看花的 对对对 那一般公园大概是 练心费的第一步 大概大概三千步的话 我觉得大概就是 很简单的步道 像我刚刚提到 我们不要接提太多的 对 这些我们其实在 我们的网站上 就可以很轻易 很轻易的可以找到 那北 我觉得我们目前 北桃 只要有捷运的 北桃中高 其实都有 是 那再来的话 我还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刚刚 我们之前有提到的 比较特别的是 对 在戏子有个天秀宫 他是不用爬 就可以看百万夜景 他会有住戏子 而且他旁边呢 因为我们接近 刚您说 到八月 其实都很热 其实我们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登山 目前来讲 然后够是箭肘 其实太阳很大 对对对 所以我们规划的系列 是瀑布型的 所以在这个 天秀宫旁边 它就有秀风瀑布 是是是 那三十分钟之后 你走过去 你可以到大尖山顶 你可以整个俯瞰 俯瞰 对对对 而且我记得可以看到 那个台北101 很多 其实我们有 专门是101特辑的 你想去各个 不同的101的角度拍 都可以 不用跟人家人紧 哇塞 它下面有一个圣德宫 是是是 那个圣德宫比较特别 它长得跟古希腊的拱门一样 哦 你如果想要 就是疫情不能出国嘛 对 那我们就可以去这样的 很像欧洲的一个神殿 是 你从里面往外拍 你站在那拱门下 你的后面就是三镜 那根本就是 好那已经是 王美级的照片 真的是王美级 对王美级的照片 对 那这个的小镜的话 它往前走 它五月那时候 我们是有看到童话的 哦是是是 你童话在飘 然后你再穿个 飘逸的长裙 哇 又是王美等级的 又是王美等级的 那接下来是林骚 林骚步步的话 林骚步道的话 是在观音山 哦观音山 那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天空步道 天空步道耶 是 它的站台是 它是新的 它站台是架高的 那架高的这个部分 它直接你穿梭在这个林间 哇 你不一定去观音山 人家都直接想到 是阴汉林 对 我们不用到阴汉林去 我们到 平立近人一点 那林骚步道那边 我记得它适合 它推车 就刚刚讲的 它整个木站道的部分 然后很适合推推车 然后很好走 是是是 就刚刚讲的 它可能不到2000步 对 还可以看到一个 蛮大的观音 对不对 我记得好像是 对 那另外还有一个 基隆山的步道 它直接可以登 小白月 它是上 可以看九个九份的 但它需要一点点的 心肺 它部分 它是建走的 石阶的步道 所以它石头路 就是它的步道 是属于阶梯形 是是是 对 它可以整个看 所谓的整个 那个黄金小镇 大家都知道 是整个东北角 整个都可以看到的 对 对 那平陵还有一些 像南三四啊 那你上去那边之后 你瞬间就是 那个叫做 云海飘过来 哇 跟仙境一样 对 那淡海这边轻轨 我们往这边去 那那边有个海洋大学站 有个水管公园 对 它那边是一个忘忧的海滩 没什么人知道 没什么人知道 而且海滩是可以走的 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 你瞬间已经去到 我常常就说 淡水像是另外一个世界 好酷喔 可能我们台北在下雨 淡水可能没有 真的喔 我以为淡水很爱下雨 淡水是很爱下雨 可是你有时候到那边 你会觉得反而不去到 另外一个城市 好酷喔 另外一个小国家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在淡水 尤其在轻轨站的沿线 其实是还蛮适合 尤其刚刚我们提到 这个水管公园也是 在地的我们的影友分享的 所以它常常到那边去 是 看看海啊 然后休息一下 其实平静一下心情 天哪 天哪我都想去 真的喔 那另外像贡寮 贡寮毛 再回来这边 就是算是隆洞湾 这大概是迷你版的 那个地中海 哇 它不用爬山 大概15分钟 它就可以看那个悬崖 边有个无敌的美景 这样子 有个那个阵容海湾 那个海湾还蛮厉害的 哇 对 其实我这样大概讲 就是山海空景 都有了 对对对 不是只有双景 它就是整个就是 还不错 真的太棒 我觉得今天听到这一集的人 真的是听到赚到 所以现在听到之后 马上去搜寻这个 银法一起玩 它的E是 那个ABCDE的E 我们打 还是一起玩也可以 国资的E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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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大家就可以直接 所以还有就是你可以加入它的LINE 或者是你可以 哦 他们还有一个一起玩的这个旅行社 这个旅行社我觉得也蛮好的 可以 大家可以稍微讲一下你们这个旅行社的概念 还是小姐 好 那我来分享一下 在去年11月 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对 反而我们逆势操作 就是说我们 希望大家其实敲玩很久 希望银法 我们的粉丝希望能不能让到这边能够 大家平常是自己看着我们的网站出去玩 那可能只有自己一天 那其实比较远的地方 其实就变得比较不方便 那也不太好意思麻烦自己的儿女啦 媳妇也比较忙 那有时候是要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怎么样 创造一个舒适又安全的一个环境 那我们就成立了 银法一起玩 一样同名的旅行社 那旅行社目前来讲 已经出发过好几趟了 那原则上呢 大欧这边都会 基本上都是 车子一定会先看过 三到五年的新车 那每个座位的话就是很舒服 那再来的话 一样我们其实每一车都会派两个服务人员 也就是说除了导游之外 我们自己还会派一到两位的小天使 一般我们出游的时候 可能就只有导游 那我们的小天使很棒的地方是 我们提供的部分就是 你到了一个景点之后 我们会立刻帮你 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去看过 对对对 我们一个人 你看一个人出去 两个人出去 对 你觉得最困扰的是什么 一个人出去 我觉得是 大家找厕所的时间不一样 好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是 因为我比较爱拍照 所以我自拍 或是我帮你拍 我要帮你拍照 对对对对 比如说我跟我妈妈出去的时候 不是她拍我 就是我拍她 没有合照 我们两个要自拍的时候 就很辛苦 对对对对 要嘛就是那一根架子很长 然后不然就是风吹掉 东西手机也掉 对对对 那我们的小帮手真的很棒 就是到那个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知道 哪里是好的景点 对 你站这个景点 就一定是绝对往美照 拍照 一定是180这样 哇 对那大家其实都 非常用心就看过 因为我们这个小帮手 就是负责帮你拍照 哇 拍完照 就等于是水团摄影师 你根本就是 几近是 几乎是 很多我们的影友 对 他都说他几乎像是 重拍了结婚照 结婚照 哇 很多非常漂亮 尤其像我们去年的时候 对 因为刚刚疫情完 其实真的很想出国 是是是 我们举办了一个 唯日本风的一个 整个行程 哇 唯烂去 唯日本风 所有的行程 就跟日本 直接下车就立刻 一样去 晚上的时候 我们还是穿日式的 玉 那个 日式的玉袍 对那样这样子 大家和风式的 我们一起做一个 荧光小剧 然后一起拍照 对这个聚会 其实很特别不一样 跟其他旅行社不同 我觉得真的 而且我觉得 他很多元素 就是 因为有时候 影法人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只能参加 里长啊 就是这种 或者是可能有些 刚刚大家有说到 可能在台北火车站 就可以一起结伴出去 但其实你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你 我更不知道 这个旅行社 是什么来历 其实旅行社最重要的是 希望你的生活圈 然后 再来你能够 在这个团里面 找到优质的旅伴 很重要 有时候是我一个人去 可是我就会不知道 我跟我住的人 可是你会发现 这个影法人喜欢旅行社 它整个素质 跟整个 我们所有的 整个团体的 整个气质 大家其实就会是 它是相同 话题开始 已经变多了 那不会再不认识 因为我们每 第一天的 不认识下午或晚上 我们都会有一个 荧光小剧 甚至我们参加 影法人喜欢的特色 这个小剧 大家会非常 器心的准备 不管是互动的游戏呢 还是怎么样 跟你的 跟你的这个 新的朋友 来去做一些 互相的交流 对对对 那夫妻呢 还可以 不管是分开 还是拆开 都可以各自 在这个团体里面 找到新的朋友 有时候可能 我现在是 跟夫妻一起去 可是其实 有时候先生 不见得每一次 或是太太 有时候不见得每一次 大家兴趣不太一样 那你又会在这边 找到相同兴趣的朋友 所以这个荧光小区 当时我们 大家就是 你可以看到 哇 这整团的人 都穿着 这个日本风 的和服 然后大家一起 留下的纪念 真的 那去的 不管是任何的景点 都跟日本有关系 所以其实 应该是说 我们的景点 是除了有特色之外 你每一次 除了有赏花的 然后实际操作 有所谓的DIY 为什么 大家希望 大家能够 首脑并幼 你出去 除了看景点之外 你还可以有一些 首脑并幼的东西 动动手 动动脑这件事情 另外我们还会 有些安排一些 像是比较是 走毒的部分 是是是 还是历史 最重要的是 我们还是要有 健康的身体 没错 所以我们会选 大到这边 会选很多不同的一些 适合大概 三千步到五千步 不等的 所谓的 见走的步道的景点 是 所以其实在 这四大的元素里面 就是产生到我们 旅行社里面 很强壮的一个 精髓跟核心的目标 也就是希望大家 玩得快乐 玩得健康 就是处游 兼光光 然后呢 还可以顾健康 真的 我觉得这非常棒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 完全就是一个 实践自愈力的 一个旅行社 而且我觉得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它可以 因为它针对的族群 就是我们银法朋友 其实我觉得 当然我们说 银法朋友难免 还是有一些 就像我们说 有一些特别的需求 但是平常 你可能在一般旅行社 你会害怕 觉得我会被造成 别人的困扰啊 或干嘛的 但是在这边 完全不需要 因为大多都 帮你们想好了 没错 所以就是说 其实不管是旅行社也好 还是我们本身 其实银法一传 我们每个月 都会有一次的聚会 我们这个聚会呢 也是挑 就是在安心 我们这个团体 安心的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找了适当的 这个餐厅 或者是场合 我们让大家 每个月会聚一次 那这个聚会的 午餐聚会 做重要的目的 就是说 希望大家 网友变朋友 因为平常 我们是在社团里面交流 可能都没看过 那你会看到 就是说其实 网友变真正的朋友 大家其实 你的生活圈 真的就整个 已经扩大了 喜欢拍照的 就会一群 喜欢登山的 又一群 那喜欢 可能真的喝下午茶 我什么事都不想做 那起码就会有人跟人 新的朋友可以聊天 对 你就不会永远 只是找你的姐妹 然后可能约不到 你的同事以前 他还是在上班 你也没有办法 那更不可能 都是 或者有人在带孙 之类的 对 那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就又让大家 就是重新 再解释新的朋友 所以不论是旅行社 这边的 优质的旅伴 然后他们也会 平常当我们的小聚 或者是小聚的朋友 我终于有人 可以跟我一起去 两天一夜 没错 那他又可以 这样子互相的做 所以两方 这样子下来 就是很完整的 这个 应该是整个 影法的生活的 共融圈 我们把它这样子 打造成掉 而且借有一个 很轻松的方式 去让大家 扩展你的 不然你说 我们要出去 叫大家要去交朋友 大家会觉得 有点压力 我要去哪里交朋友 而且我们其实 比较担心诈骗 是 所以在这个里面 不含包含社团 或者是一些 很多的 一些防诈的技巧 也都是我们每个月 会固定都会有 就是到这边 都会协助之外 我们编辑部这边 有很多 有关防诈的 一些这个部分 那我实际上 也有很多 真的有解决过 他真的要汇钱 给诈骗 对 那因为 这个东西就是 你必须要 长时间关注社团 然后 真的我们的 营友是叫得出名字 我们都知道 谁是谁的 对 就是常在互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 媒体网站 比较难的地方 也就是说 他很难 跟所谓的 线下的朋友 或者是说 他可以这么样的 凝聚力 是这么强的 所以常会有人 提一些东西来说 大家要这个 给你吃 这个什么 来办公室 来喂饱我们 这样子 就是互动率很强 这蛮不容易 因为真的毕竟在 如果说 就我们这些 营法朋友们来讲 其实在这个 所谓的线上 或是媒体上面 其实我觉得会有一点 还是有一点距离 但是我觉得 营法一起玩 可以把大家 靠得这么近 真的蛮不容易的 好 我们最后最后 再来请问一下 大陆有没有什么话 想跟我们这些 听众朋友们 旺来的朋友们 有什么话 想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我们一直都觉得 很多人 大部分人都会觉得 照顾老人 要从弱势开始 但其实我们认为 健康的老人 也是一样重要的 没错 这跟杨森理念很像 对 因为我们根据 很多数据的统计 其实65岁以上 有大概8%的老人 会患有失智症的部分 其实在21年 政府在长照的预算 也是一直节节高升 对 所以包含 私自卫协会也指出 就维持一周 维持两次以上的运动习惯 失智的风险会下降六成 所以我们的想法 一直都是最好的照顾 就是不用照顾 对 那我们维持活药的生活 和丰富社交 就能够有效的延缓 失智和老化 进而降低年轻族群 及政府长照的负担 这也是我们的理念 也是我们的愿景 和我们一直在 努力的方向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 我们如何让他们 维持好的生活 还维持好的健康 还丰富他的社交 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的 那我们也很高兴 今天有机会 可以来这样的分享 也欢迎大家 大家可以多来追踪 银法一起玩 那我们有Facebook 有Line 欢迎大家来追踪 很好 非常谢谢这个大欧 跟我们小杰 来到我们现场 非常谢谢大家 那我们扬声望来 大家记得喜欢 我们这一集 要分享给你的朋友 一起带他们来 这个银法一起玩 好不好 那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要订阅 我们的这个频道 好 那我们今天扬声望来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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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目由 扬声慈善基金会 与公益彩券回归金 赞助播出 优优优优独播出 优优独播出